欢迎风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艺术与人生 艺术与人生 大家好 这是艺术与人生第17讲次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台湾的音乐 南馆跟北馆 以及特有的戏曲 像《国阿戏》 客家彩台戏 我们知道 这个南馆跟北馆 是影响到台湾传统戏曲 最重要的音乐 随着我们当时明清的 闽南和客家的移民 到了台湾以后 那在早期的时候 他有职业的 还有业余的演出 那么后来 这个南馆北馆 他的演出 就有了自己的一个方式 但是慢慢的示威了 可是现在 还是他的音乐 仍然在民间 是在流行的 那么在影响到 我们这个台湾 特有的这 南馆北馆的戏曲 还有有关于客家的 彩查曲这些 还有歌仔戏 我们希望 今天有 辅仁大学 这个大 影像传播学系的 张晓莹老师 来替我们解说 张晓莹老师你好 刘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想请 晓莹老师 先跟我们讲一下 什么是南馆 什么是北馆 好的 南馆和北馆 最大的区别 首先是在 他们的语言 还有音乐 南馆是用 泉州地方的方言 来演唱的 那北馆 是所谓的官话 就是北京话 改变过来的 那南馆的音乐 通常都是丝族 还有笛子 琵琶等等 属于比较悠扬的 有点类似像 昆曲 那北馆呢 它就是像锣鼓啊 比较高亢的 像索纳等等的 所以这两个曲风呢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在这个北馆呢 它是清早也的 乱弹的音乐的遗存 而南馆呢 是明代的戏曲 也就是南戏的 一个流存下来的 所以风格是完全不同 是 那是不是呢 请小英老师 让我们先听一段 这个演唱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新一段 由江之翠剧场 他们在板桥的 林家花园 所演唱的一段 南馆的实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听到这个南馆 它比较温柔婉约 北馆是比较粗献 北馆在一般的这个庙会 喜庆都可以用到 所以南馆就比较的就示威了 那南馆示威了以后 所以我们现在文件会就有一些 这个列入到奖励的这个部分 那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南馆的整个的内容 好的 南馆主要是流传在福建的泉州还有厦门 我们刚才提过它是用全周音来演唱的 它大概叫在明朝的时候传到了台湾 那在台湾地区又有侨胞传到了到东南亚 在当地称为南乐 所以东南亚的侨舍有很多是演奏南音南馆的 那它的演奏的形式呢 我们刚才也看过了 它是保存了唐代大曲呢 是做着演奏的这种的方式 以寺馆上销啊 上次馆下次馆这些 那南馆呢 主要的是轻唱 不太有什么舞蹈的这种的演出 所以就看它静静地坐在那个地方 不过一般来说呢 它的这个乐曲又分为所谓的 直曲谱这三个部分 所谓的直呢 就是有歌词 是一种来自戏曲的套曲 那曲呢 是有歌词 它是戏曲轻唱的仪存 那谱呢 就纯粹就是乐器的演奏而已了 所以这是南馆乐曲一个非常特点的直谱曲 是 刚才讲到南馆呢 它比较是属于这个泉州这边的 那我们说北馆呢 好像就是用官话在唱 那在以米南语为多数的这个台湾呢 那一般人是不是能够听得懂北馆呢 也是一个相当的问题 那您介绍的南馆是不是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北馆 好的 北馆呢 我们刚才提到它用所谓的官话 其实呢 它主要的是到了清朝乾隆的时候呢 除了昆江以外 所有的所谓的乱坛系就是除了昆曲它叫雅部 所有的这种其他的地方去叫做乱坛流传到了各地 经过不断的流传交流融合传入了福建一带 再被闽南的移民呢带到了台湾 这是我们台湾北馆戏曲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另外呢在武汉一带的西皮腔流入了客家和闽南张州这一带 所以呢这一带呢也到了台湾属于皮黄腔 那这两个所谓的西皮腔和所谓的二黄腔呢 能够融合在一起之后呢 变成了今天台湾的北馆哦 北馆呢 其实和京剧都是属于这种皮黄腔 也就是西皮和二黄这两个主要的畅腔 那只是呢 北馆是比较原始的这种形态 那京剧呢 是比较细腻的经过了时间的演变 所以有人说北馆是京剧在乡下的表弟啊表亲等等的 是 我们小云老师听我们解说的南馆跟北馆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请小云老师帮我们介绍北馆的内容 请教小云老师呢 有关于北馆音乐的内容呢 是有哪些呢 北馆和南馆又不一样哦 北馆它分为四大类也就是牌子 旋谱戏曲还有所谓的戏曲这两个 那牌子呢 主要就是鼓吹类 就是以所大为主的好像比较激昂的这种 那旋谱呢 主要就是像所谓的胡琴啊 等等这些比较私主类的 听起来是比较的委婉 可是当然还没有像南馆那么的柔弱了 那戏曲呢 就是清唱的这个的小曲子 那这个戏是粗戏的戏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戏曲啊 它是属于戏曲的戏那它就是所谓的北馆乱弹戏啊 半仙戏啊这些的来做这个差别 那北馆呢因为它是比较激昂的 而且通常呢都是在我们台湾的庙会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镇头在走的时候啊 其实都要北馆音乐伴奏 它才会感觉非常的热闹 你少了北馆音乐就凸显不出来 我们台湾庙会的那种热闹的那种情形啊 那我们来欣赏一段影片 欣赏一段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大概都比较是采用的这个北馆 那刚才张老师听我们介绍了 南馆跟北馆的这个乐曲 那我们是不是呢 可以再来讨论 有关于戏曲的部分 那在台湾呢 这个比较特有的戏曲 就是歌仔戏 或者跟这个客家彩查戏 那是不是可以请张老师 帮我们先介绍 有关于歌子戏的这个部分 歌仔戏的那个歌仔 它是闽南地方那种歌谣的那种简称 它们叫做那个瓜 那那个仔只是一个著词 所以呢 曾永毅教授认为应该叫歌仔戏才对 可是大家都习惯叫歌仔戏了 那歌仔戏的企业呢 蛮特别的 有人是说他是 一派说法是在宜兰 那早期呢 在宜兰地区因为鲜明的遗袭 所以闽南的歌谣小调呢 就在台湾流传 其中在福建漳州这一带的这个瓜 传到了宜兰 又跟那南部地区的所谓的车谷性 慢慢慢慢的又经过了花东地区 传到了宜兰 两个地 两个不同的所谓的歌仔 和这种花谷系 在这个宜兰地方撮合了之后呢 变成了他们当地的歌仔镇 这也是蛮特别的 可是另外一派又认为说 其实歌仔戏 应该是在我们大稻城这个地方 因为他们的考证结果认为说 歌仔戏呢 它的最重要的唱腔 七里亚 七字调 是前身是江湖调 江湖调又跟麦药有关 早年大稻城 我们知道到现在都还是中药房很多 南北货很多的 所以他们认为 其实应该是跟当时药房要走畅有关 所以大家现在两派 众说纷纭不一样 是 当然这个无论是从宜兰发展出来或者是在我们淡水这边 其实都是当时这个我们的闽南的先民来到台湾的 所以刚才讲到了这个本地的这个歌仔 是由于这个本地歌仔演出传在这个庙前面的空地上面 或者是在游街来这个表演的 所以就叫落地少 那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演变呢 好的 本地歌仔最初就像我们所说的 它是在庙前的广场 坐在那个地方演唱所谓的车鼓戏 或者我们所说的鼓啊 那后来呢慢慢慢慢的演变呢就在一块空地上面呢就清扮起来 那时候的演员几乎都是男生 而且呢都随便穿当时的衣服 那随便化脸妆 那唱的呢就是陈三五娘啊 吕蒙正啊 山伯婴孩啊 石系记这些戏 那这是歌仔戏比较早期 也就是原始的一种演出的形态 那后来呢本地歌仔又吸收融合了其他剧种啊 像金剧那时候进到台湾 还有很多的戏曲进到台湾 它慢慢慢慢的穿着戏服啊 粉末登场就形成了所谓的歌仔戏了 是 所以我们知道说 其实它从这个落地少 就是因为它走到这个镇 这个小村聚落 它就在庙口啊 把这个地上扫一扫 所以它是落地少 然后呢后来才慢慢慢慢的 有了这个舞台 所以它才会有这个扮仙 然后先出来这个仇神一下 然后再来演戏 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台湾的 这个歌仔戏的这个发展 到了日剧时代 当然受到了一些影响 然后等到台湾官复以后 歌仔戏呢又如雨后的春笋一般的 就盛行起来了 那么在歌仔戏之外呢 但后来又发展出广播的这个歌仔戏 那在广播歌仔戏之后呢 又有电视歌仔戏 那是不是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状况 好 其实呢 光复之后啊 因为广播还是最容易取得的一种传播媒体 所以当时很多的电台都组织了歌仔戏班 就直接在这个节目当中 就直接唱起歌仔戏来 那当时呢 最有名的是正声电台的天马歌剧团 那广播电台呢 慢慢慢慢的开始没落之后呢 另外呢 因为它可是呢 也是非常简单 而且无远佛界的 所以呢 它是当时呢 最受到大家欢迎 因为它取得很容易嘛 慢慢的到了民国五十年左右啊 开始整个发达了 电视电影开始 所以当时啊 电影的歌仔戏也开始了 我们第一部台湾的电影歌仔戏呢 叫做薛平贵和王宝川的故事 当时分上中下 那演出的时候非常轰动 观众还把这个戏院的玻璃们都给挤破了 造成了蛮轰动的情况 那电影的歌仔戏也慢慢没落之后 到了电视 因为我们知道民国五十年代啊 我们的三家电视台开始成立之后 就有很多的歌仔戏班啊 开始到电视 像杨丽花啦 还有叶青啊 黄湘莲啦 许秀年这些啊 那我手边呢 就当年啊 这个叶青小姐啊 她在这个电视上面 演那个歌仔戏的时候的 一块回忆录 那里面呢 这里面收录了她 那么多年来 她演出的里面的这个剧景啊 还有她的这个剧照啊 还有戏服 还有甚至于出外景的一些的照片啊 其实也是她个人的一个回忆录啊 那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下啊 这个蓝特别的 很特别的一些这个戏剧了啊 那其实呢 歌仔戏国内啊 目前慢慢的发展 已经到了所谓的精致歌仔戏这种地步 因为电视歌仔戏开始没落 开始呢 走向了舞台的这种精致化的发展了 是 对 精致化的发展呢 其实剧本啊 等等的也要重新的编剧了 那我们可以先来欣赏一段 由一心戏剧团 他们演出的新编的《剧宝盆》这首戏 啊 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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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玩笑 大王 沿泥万计 尖演出的 、国大安 和我 为 當你驚敗 說過你真幸運 我目的長子裡自剝奔 世間世間 我情願恰恶 人家來好 翹上萬歲運 天地 無小鐵門 大歌無幾門 真乎太翹 無恕是無門 有無緣無事 堅強的頭盾 可我去照我 好兄大名 萬里啼子 好 我們確實看到他的唱腔有許多的這個 串心 那是不是能夠再幫我們介紹一個新的戲曲 好 歌仔戲唱腔主要是七字調 我們剛才聽的是都馬調 七字調 哭調 好 那我們接下來欣賞他們一心戲劇團的 烽火英雄流民船的七字調 也就是七里亞 好嗨 好啊 这是七字调 那我们接下来 再来欣赏一段华山旧母 这是哭吊的这个部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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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客家的彩茶戏 基本上它是由客家的山歌 才能够传承下来的 所以它的歌声都非常的激昂嘹亮 我们现在来欣赏一段 这是荣兴客家彩茶剧团 目前台湾可以说是传承最久 而且最有制度的一个剧团 它们的原定三声 我们来听它的《宋郎老腔》 这是改编自客家三角彩茶戏里面的一个老腔 《宋郎老腔》 这是宋郎老腔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听听客家彩茶戏 另外一个重要的唱腔 平板 《宋郎老腔》 一首歌 有一首歌 凌鳖 每首歌 在日本的ение 平板 後来又来 啊 平板 好 那我们再继续来听这一段是鼠板 这新的脾气终于摩特 时尚流的派马屁 架强无奈之为浪财 目标无因行国戏 封信本纪为奋戏 这眼同实体前歌以来 前歌以 这年财世间 梦已冲 这乐乐绿绿扮生代梦 六十八角 这梦结枪 这阳相向我 明朝有梦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欣赏一段五更调 也叫五经调 大家听听 很熟悉的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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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听到了这段五更调 可以了解到了 其实这个曲调非常的熟悉 在歌仔戏甚至于很多的地方戏曲 都可以听得到 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 中国的戏曲 不管流传到哪里 都是互相的融合 也互相的截取的优点 就像都马调 它是取材自大陆的都马剧般的一个唱调来说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戏曲都是共通共融的 只是展现各自不同的语言 还有它们的特色而已 是 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了这个南馆 它比较戏力婉约 北馆它非常的粗犷 那介绍了这个歌仔戏的都马调 七字调跟枯调 然后介绍了这个客家的大戏小戏 希望说大家对于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曲 能够有所认识 那在这个彼此的这个文化的交流的过程之中 你也会发现到这个客家的这个戏曲里面 也会有闽南的这个戏曲 闽南的戏曲里面 它也可以融合了这个我们的客家的一些戏曲 那么下一个讲次我们将会再介绍 比较属于一个要有记忆性的 像这个皮影性或者是傀儡戏 布袋戏的这种偶戏的发展 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 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 体会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戏曲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见 by bwd6